歡迎收看大人畫質提起少林寺 我們通常會想到武功武俠跟勢永信 因為勢永信他的經營手法 還有私生活充滿了爭議 對 不過撇開那個詩德爭議不講的話 勢永信方丈其實是一個很有生意通腦的人 對 那他甚至因此被稱為佛門西一 那他究竟為邵林寺帶來哪些改變跟麻煩 馬上進入閱讀中國單元 這個月閱讀中國單元在現場為大家導讀 一樣是彭博商業週刊中文版副總編范榮靖 榮靖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跟大家講一講 因為這次你的選題我有點訝異 其實邵林寺的爭議由來已久 不管是他的經營手法 或是勢永信個人的一些爭議 一直大家都曉得 那你們這次為什麼選這個題 難道有寫出新的觀點嗎 因為他其實這個題目不是 不是我們大陸那邊的記者去採訪 他其實美國 彭博商業週刊 美國的記者直接飛到荷蘭松塞那邊 是現場做採訪的 那應該是說對西方人 西方人來講 少林寺這樣的一個生意模式 對他們來講是比較感興趣 那新聞點切入其實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號 他關於勢永信的一些爭議的判決出來 那他戒律的部分是無罪 所以他有個新聞點切入 我覺得只是從西方人的觀點來看 少林寺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一個生意的一個發展的那種策略 或者他發展的模式這樣子 那他們的話就是這些老外的眼睛的話 看到的話 少林寺的話 他究竟有哪些生才知道 其實 其實就是你剛剛講到他其實 其實他文章一開頭是寫說 去年二月去澳洲新蘭威爾斯州的一個城市 做了一個項目 那個項目就是基本上如果以臺灣 我們就像剛剛之前有提論到 臺灣就不管是佛光 佛光山或者是慈濟 都比較不會有這樣的模式 他那個澳洲是一個休閒度假村 因為他會五星 四星級的酒店 然後會有高爾夫球場 對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是比較有爭議的部分 那他其他的生意金其實就會跟 臺灣這邊大家比較偶像 他也一樣會有學校 武術學校嘛 那他會賣藥的收入 對 然後他也會有一些表演的收入 就是他有武術表演這樣子的一個收入這樣子 他好像是在少林寺裡面的話 還有很多什麼賣紀念品啊 對 就各式各樣的生才之道 而且在臺灣一個 我覺得兩岸一個比較大的差別 是比如說我們進去任何一個 呃 佛氏的話是是不需要門票 免費的 他的門票很貴 對 他門票蠻貴的 然後每一年創造光是門票的收入是好幾億 對 是三億新台幣左右 對啊 而且大陸的話像少林寺應該 從門票開始一路進去的話 大概能夠花錢或需要花錢的地方 很多 你想花錢的話 在那不怕沒地方花 對啊 因為大陸其實不是少林寺要收入門票啦 你說是每一個 很多 幾乎都 上海進安寺進去 也是要三十元人民幣的收費 只要是稍微有名氣的應該都是要收門票 才能夠進去燒香拜拜的 對對對 榮進去過少林寺嗎 我沒有去過 但我 就是上海那邊會進去 就之前有時候要拜一下 有時候要花個錢 就有點不太習慣 什麼 玉佛寺啊 卵華寺啊 每一個都要門票才能夠進去的 但是他的生財之道裡面 比方說他的少林藥局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很有趣的 結果他賣的就是疊打損傷 因為大家想說他們練功嘛 對 疊打損傷的 是很好玩 有機會可以看看他的少林藥局 然後另外一個是他的紀念品商店 2000應該是零幾年 08年還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是台灣人在經營的 是 然後裡面賣的東西 就會有台灣一些 比較Q版的少林和尚 然後他還會有賣一些 像是武功秘笈之類的 就可以買回來紀念功的嗎 我也不知道練出來 會不會變成 金庸對 金庸小說是義金金 但是他這些生財知道 你看以西方人觀點 這特別嗎 那個外國人在經營宗教的經營上面 不也都是會有這些生財的 方法嗎 就我剛剛講說其實 比較大爭議是那種 休閒度假村的這個部分 太過商業化對不對 對 太過商業到沒有那種 宗教玄弧祭祀 或者是公義的那種目的 目的存在 就純粹好像是為了賺錢 而賺錢這樣子 而且好像 比如說台灣或西方的話 那種宗教場所的話 大概你都是出於志願來 來捐獻 都是志工 還有大家是會捐獻 捐獻火錢 就雖然他這叫不用錢是最貴的 大家不是都那個隨意 那叫什麼隨喜嘛 隨喜公養 對對對隨喜就那個 那你看他們光是 表定的錢 他就可以收三億的門票錢 還有固定的捐獻啊 然後一些商品 他就可以賺很多的錢 那當然剛剛榮靖講到 引起最大爭議的是說 他們到澳洲去買地 要蓋一個少林村 而且裡面還配備了 所謂的高爾夫球場 這都是外界講的 志永信他自己怎麼樣 來看這件事 我們去聽聽看志永信怎麼收 在這張照片中可以看見 少林寺住持志永信 雙手核實 笑容可舉 將一張價值三百萬美元的支票 交給澳洲西南威爾斯州 笑爾黑文師的市長 因為志永信將在此 打造一個名為 少林村的綜合項目 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不但可以在此 接觸禪學和少林武術 志永信還規劃在此 興建一家四星級酒店 一座高爾夫球場和別墅住宅區 不過這一座古老的佛教寺廟 如今卻去澳洲買地 更準備大肆投資 讓少林寺這三個字 沾染了濃厚的商業色彩 面對外界之一 志永信澄清 酒店及高爾夫球場的規劃 都與少林寺無關 但如果有企業家 從中看到了商業機會 願意來共建共享 在澳洲政府和民眾同意之下 他也樂見其成 在志永信的帶領下 少林寺真的走向世界 但他究竟是出家人還是商人 這條界線似乎很難劃清 不過世永信把少林寺變成 感覺像是跨國企業了 那除了說比較商業化之外 他好像比較大的爭議 還是在於他詩德方面的傳聞 對 他自己的那個地址 出來揭發他的那種弊案這樣子 對 那他到底 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子 對啊 因為外面出來 他之前指責他的主要罪狀 一個是破壞了佛門的清規 他跟比丘尼有染 而且還有兩個小孩 對 兩個私生子這樣子 對 可是後來呢 後來他那個後來 答案是 荷蘭省政府的調查 那調查結果是說沒有啦 因為有一個尼姑就是比丘尼 他是 其實他的報告是說 他進行的就是那種絕育 就是無法懷孕的那種動 就他摘除了他的那個生殖器官 所以他不具備懷孕的能力 對對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是他 其實是他哥哥 他弟弟的小孩 不是他自己的小孩 就兩個比丘尼的孩子 一個是領養的 一個是勢永信弟弟的小孩 可是我總覺得 就是出家的話 會搞到就是必須要去那個 滴血認清的話 總是 總是已經是那個 已經在形象上面 就已經是一大損傷 而且官方出來澄清的 其實並沒有說 有 是否有染 他只說那兩個小孩 不是他的 對對對 他迴避喔 他沒有完全的澄清疑問 他是部分澄清嘛 對不對 對對對 然後另外還以前有傳出說 就是他曾經被逐出少林寺 這個也是報告結果 調查結果出來說 沒有啦 但我覺得這種東西 真的就是羅生門 你知道公叔公有禮 婆娑邊這種東西 你如果當初逐出他四門的人 如果都已經不在 不在少林寺 已經離開人寺 無從證明起嘛 對 因為他那個如果是口頭 口頭叫他離開或幹嘛 沒有書面這種 你很難有什麼證據 所以你很難抓到他的 如果真的有 結果是沒有嗎 現在報告結果是沒有 如果真的有 你很難證明他有 可是我曾經被逐出 現在回來當方針 也是很好的 那個王子復仇記的故事 所以是立志的故事嗎 對啊 不是嗎 但是對方丈的形象是有損的 而且官方的澄清說沒有這件事 他方丈的資格是符合規定 對對對 因為他文章上面寫 他兩次逐出四門 他都反對嘛 那以這個從報導上來看 也是一個比較詭異的事 我逐出把他逐出四門 他拒絕 這樣就可以不逐出 所以真的是很難很難 是 你很難說他真的有 有沒有這件事情存在 所以換句話說官方的澄清 並沒有解除外界的疑惑 對 而且他反 就是以少林事項的經營 經營結果來看的話 還是經營的蠻好嘛 如果你從錢的部分來看的話 就以獲利情況來講還是不錯的嘛 對對對 那自己形象上的話 目前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太明顯的 就我覺得有點像那種 台灣政治人物這種 就是你自己要不要相信這樣子 這跟他後台應有沒有關係 因為他其實人民國 中國 就是大陸那邊的人民大會代表 人大 人大代表 其實是蠻大的關係 全國人大代表 對 然後佛教協會的全國副主席 其實他應該有一定的權勢 對 而且他能夠在少林寺的話 當了十六年的方丈嘛 也不容易啊 十六年 而且讓那個少林寺 變成千年古差 他可以變成全球知名的品牌 而且還充滿商機 這也是一個不容易的地方 而另外一個在中國大陸 同樣具有商界的叫做 互聯網醫生 廣告之後回來 我們要讀另外一本講 讀另外一個主題 2015年4月 中國平安集團宣布 旗下首款互聯網健康管理產品 平安好醫生正式上線 我們自建了這個醫生團隊 我們今年的話呢 計劃招聘一千名全職的這個 三甲醫院的醫生 來這個全時的 為互聯網的用戶 提供實時的諮詢 來保證這個諮詢的質量 我們更多的話呢 是在這個做很多 預診分診的工作 我們和傳統的醫療機構的話呢 是一個互相補充的關係 這個產品目的在打造 一對一的在線專屬醫療服務 透過線上的預診掛號 康復指導和線下的診療 將可打造健康管理的一站式服務 在中國大陸看病一定 應該說幾乎會經歷所謂的三長一短 就掛號後診 批架時間非常長 可是醫生問診的時間很短 也因此去催生了所謂這種線上問診 還有APP醫生 這種發展其實有一段時間了 可是為什麼保險集團 來做這件事情 要特別去做一個報導 難道這是葉佩文嗎 這個不是他基本上是仿照美國的一個方式 因為美國凱薩的醫療保險的一種服務的話 他因為你知道保險公司 如果病人申請健康 因為看病住院開刀 他申請醫療保險的給付 其實那筆費用是蠻高的 所以其實現在 其實不只美國大陸現在這些 台灣也是他盡量都走預防醫療 他盡量在他的保護 他提供保護一些比較好的設備 做健康管理 對對對對對 就是在前端的部分 那其實他這個部分 其實他這個跟台灣比較不一樣 是台灣的新光或國 他是直接成立醫院 你直接去醫院找醫生 對對對 他這個是直接把醫生 帶進來他的公司裡面 你看剛剛報 剛剛電視說他找一千位醫生 所以他提供健康諮詢 是一千位醫生在線上 直接提供你諮詢這樣子 對這個會比較不一樣 跟台灣或跟美國的方式 會比較不一樣 那他這樣子的話 他這個平安好醫生的話 他到底有什麼樣 跟比如你剛剛跟提到說美國 或者台灣的話 他有什麼樣的差 基本上我覺得一看 因為他他比較說 因為他是聘請醫生 當你線上諮詢的顧問 是 可是如果一般提供這種 健康醫療顧問 一看一般都不會直接找到醫生 可能是健康管理師 或其他的家庭醫生 就不會花那麼重本 去找醫生來 直接跟你做線上醫療 還排排排兩班次 三班次這樣照輪的 因為他在凌晨一點 就是14小時 都要提供你的服務嗎 就隨時的話 比如身體不舒服的話 你其實不看時間的嘛 因為那時候可能醫院的話 就沒有開 而且他其實整個服務上 還是比較屬於預防 或者他初階 幫你大概 你跟他諮詢的症狀 什麼 他跟你建議去哪邊看 去哪邊看 那或者去介紹去他們 合作的醫院這樣子 他的這個線上問診量很大 對 因為我看了一下 那個報導內容 他講說 原本一般的那個醫院 他一天的病人的人數 是幾千人 對 可是他這個線上問診 就平安好醫生 他在線上問診 竟然可以到 一天可以有十萬人 在線上問診 然後是二十四小時 我覺得他某種程度上 他可以解決 現在在中國大陸 看病難 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大陸他整個 這個發展的背景 主要是因為大陸醫療改革 就是從一九八九年 那個整個中國大陸 經濟改革開放以來 醫療這個部分是 比較落後的 相對是落後 他其他方面 股市房地產 其他產業 然後因為大陸現在 大概近九成都是公益醫院 那公益醫院的醫生的薪資 基本上他的水平沒那麼高 可能就三千人民幣 或五千人民幣 一個月的月薪資 所以大陸的醫生 其實不是他們 考高考的第一志願 第一志願是念商學院 就不是第一選擇 對 第一志願不是第一個 不是優先選擇 所以其實他會有這樣一個發展 是他背後的原因的 所以為什麼平安保險 可以找到那麼多醫生 願意放棄醫生的工作過去 都是有他背景上的 一些考量跟原因這樣子 可是他現在比如說 線上的話 問診的話 他其實就可以突破那種地域上面的限制 所以他現在找的醫生的話 按理講的話 比如說因為他要應付不同時段的話 他可不可以找到 或者已經有沒有 開始找到大陸以外的地區的醫生 沒有 目前還是以大陸醫生 因為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我剛剛講過 大陸醫生的收入 其實我說台面上的收入是不高的 就不收紅包之前的收入 對 不通包是不高的 他跟香港跟台灣跟歐美 比是差距很大的收入 就是他那個差距是很大的級距 所以他如果要找國外的 他那個成本更高 對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他們應該不會找到 國外的醫生 以成本來講的話 可能找大陸的本地的醫生 還是比較划算 對對對 相對來講比較划算 他是原本是建立在一個 保護服務的概念上 是的 是的 同時對保護進行健康管理 對 就是保護如果有什麼不舒服幹嘛 跟他線上問著 那他建議你可能去哪裡掛診或幹嘛 那至少保護去看了病之後 他就不用到時候住院開刀 還要付一筆醫療 那個醫療保險機 就預防是小病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線上 對對對 我就可以及時 那要不要錢呢 是免費的服務嗎 免費的 他是一個免費的APP 可是應該前提是你必須是 你要是保護 對 你必須是這家公司的 對 保險公司的保護 對對對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客戶服務 只是客戶服務的那個服務 服務人員是醫生 是醫生 然後醫生是可以線上問診 對 然後他會縱見你到 假設你真的很嚴重的話 對 他會把你引見到那個掛號嗎 會 應該是說 因為現在 我剛剛提到 所以因為大陸現在 百九成左右 都是公立醫院 是 其實以保險公司的發展 他基本上也要想自己 成立自己的醫院 就像以臺灣國泰醫院 新光臺醫院 這種都自己成立醫院 然後整個這一條龍的方式來做 對 所以只是現在 因為法令上的限制 還不太容易 那當然大陸現在法令 也在 也在放誇 也鬆綁當中 對 只是說 鬆綁到真正落實 還是有一段時間的差距 所以平安好醫生 他未來的目標 是要全中國大陸 設一萬個診所 因為大陸是沒有診所 這樣的類型的 線上跟線下結合 對對對 所以他這個其實 對保險公司來講的話 因為他如果能夠 事先做好前期的預防的話 他可能後期的話 他理賠就可以比較少 所以他們說 以美國那個凱薩 凱薩醫療保險制度來講的話 他去診斷這個醫生的業績或什麼 並不是說他看了多少病人 而是他看了這些病人之後 幫保險公司省下多少 省下多少醫療保費 對對對對對 醫療保險金的給付 所以讓他看他的業績績效 所以他特別重視預防這一塊 所以等於是平時的話 如果可能我覺得頭痛好了 那我可能就會去看醫 去醫院看醫生 看了醫生之後 你就有費用了 你就跟保險公司清理 可是如果說你透過線上看診 可能就是簡單處理一下 對 簡單處理 根本就不用去真的看診 對對對 就如果你不是很大的毛病的話 是 那這個其實他如果就是平安的話 他們看到現在這樣的一個商機的話 大陸的話 他網路的話 其實非常發達 那他 競爭對手應該 我覺得他的模式 不是只有他有 其實他也有 中國人獸 各個太平洋人獸 都有在做 只是因為中國大陸 平安在這一塊走的 比較靠前 而且他 我剛剛提到他提供 所以他現在市占率特別大 就是他做平安好醫生 這個東西 他現在一天十萬個問診量 而且他是找醫生 找醫生做這樣的服務 其他公司不見得是找醫生 可能科福人員 只是做健康健康健康醫療方面的訓練而已 那他是下重本 直接找醫生 對 其實他包括什麼百度啊 騰訊啊 阿里巴巴 他們都有相應的 就是那種 行動醫生 移動醫生 對 對 通通都有啊 對 只是他那個量沒有他那麼大而已 對 所以他等於是 再結合網路跟醫療 跟保險 保險 他算是 能講說他算是走在比較前面嗎 我覺得其實是以 如果你以美國來看的話 美國是更前面啦 那只是大陸的話 這樣就copy美國那個制度 而且他有他的背景 我剛剛說因為他們大陸 基本上公立醫院的醫生的限制水平是不高的 然後因為現在有醫療糾紛 種種原因 可以讓他這個模式成型 對 還有他可以救急啦 對 我覺得有很多小病 比方說家裡的小朋友生病 對 或是我自己感冒 那問題是在台灣我們有非常多的診所 對 或社區型的醫院 可是他們沒有 他們 我覺得去大醫院而已 大陸沒有診所 沒有他沒有嘛 對不對 然後你到大醫院 一定要經歷三長一短 對 然後排隊要排很長 然後可能那個時候感冒 已經自然痊癒法好了 對 也可能變得更嚴重 對 在那麼長的後診空間當中 原本可能感冒到時候 在那邊等的時候的話 交互感染 你又得到更多其他的病毒 是的 對啊 所以在大陸其實看診是一個 是一個很痛苦的經驗 對 所以很多台灣人 如果在大陸 在上海 可能就是去核心 就是私人醫院 對對對 只是說這些私人醫院 現在要獲利什麼 還是比較困難 因為大陸他們有醫保 所以去公益醫院 雖然要三長一短 但是至少他的費用是便宜的 所以他基本上 他這一個的話 沒有什麼 不能稱說他有什麼獲利膜 他只是一個保險公司的話 他為了要節省成本 所發展出來一個新的模式 對 所以就以美國的那個凱撒的那個醫療保險制度為範本來學習他這樣子 但是他未來的目標 我猜是 他們一定是要設立自己的醫院 因為他這樣才能把病患引入到他的醫院去做救折 就線上結合線下 是的 是的 把他建立一個那種一條龍或是比較大的 對 一種商業模式要建立出來 是的 但那個就要配合政策 他才有可能把他整個完成 對 沒錯 所以目前還沒有辦法走到這一步 對 其實大陸的行動網路應用的話 很多方面比台灣走得更前妙 網路醫生的話其實也是一個例子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今天我們從兩本雜誌兩個主題去看正義性十足的這個少林寺的問題 還有互聯網醫生其實談的都是一個概念的叫做商機 網友就好奇他說 除了少林寺之外 大陸名山古叉是否也有也很商業化 基本上寺廟是可以註冊商標 推發發行他相關的產品 那只是說能不能像少林寺這麼成功 就看每個寺廟自己的經營知道 對 那就這個東西就很難 就像他這麼成功 目前在大陸應該還是沒有 不過我的印象當中的話 大陸的話幾乎很多有名的寺廟 現在都很商業化 大家都應該讀過那個 孤書城外寒山市夜半鐘聲到客船 現在如果聽到就是有人夜半鐘聲到客船 你就說哇這個人非常有錢 對 因為要上去敲鐘的要競標 對 鐘鐘都是錢 對 我們曾經有一個同業的話 那個他講到說他台商跟他去那個寒山市 就那個台商講說我請你壯鐘 所以壯鐘可以變成一種禮物就對了 壯鐘非常貴 好像春節什麼這種他們都會利用這種機會 會標高很高的價錢 上海龍山市的 龍華市 龍華市 新年跨年的話壯鐘的話 那個是非常貴的 壯一次多少錢 所以你可以聽到 哇這個人壯很多 哇這個是土豪 所以這個就讓我覺得是非常商業化 他很聰明啊 對 那個佛法的傳遞需要錢 如果十方大眾的錢不夠多的話 他得想辦法 對 而且幾乎我印象中感覺是 你大概去 去那個什麼西安的法門市也是啊 你大概一進入門票很會就算了 所以你一進入大門之後的話 就會有很多人穿著那個黃色的那個長袍 你也不曉得他是不是真的出家人啊 就一路跟你跟你遊說說 你如果能夠在那個佛職設立前面的話 點一個什麼平安燈啊 是非常有福報 但是一個平安燈或掛一個平安武器 都不少錢 所以就一路這樣講到那個前面 你非常有佛源 他才會找你 基本上不會找我 他會有很多推銷的 推銷一些商品啊 對 我是很少去這種 沒有我後來我後來真的就不太喜歡去 因為覺得當一個一個宗教場所的話 這麼的商業化之後 你就感覺不到那種那種 宗教的神聖的氣氛啊 而且我覺得那個對那個 而且有些宗宗寺廟 裝潢的金碧輝煌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他這樣收門票 跟什麼燒高槍都要錢 我覺得那對於對於 你收入不是比較好的人的話 你就剝奪他宗教信仰的權利啦 對 真正的佛教佛在心裡啊 他不在乎你的那個布施施捨是多少錢 因為他們其實經濟部文化大革命 很多信仰都被 都有點對啊 破釋救什麼的 而且就是他 他的敲鐘要收錢 我還認識上海一個台商 他跟那個上海 不要講出那宗教名稱 不要好了 他跟那個宗教 某烘焙高品業者 對然後廟也不要講 他那廟的話也非常有名 他也像跨年壯中非常貴 然後他因為他跟我講說 因為他跟住持熟 所以住持的話可以讓他免費壯中 就隨時他們一定平常捐獻挺多的 對所以就是 有一批人是他們 他們就是那種 成千層的信徒啦 那種就是比較 對啊 所以住持就可以優惠你免費壯中 是的 所以這個我聽到時候 我覺得是蠻特別的 對啊 這個是佛門的商機 兩岸差異挺大的 台灣各個道場 他其實也要自己想辦法營生 可是他們通常是做法會 是的 做法會那你就自己 看你要捐多少錢 多少就自願的 立一個排會 或是多少 他沒有強迫你一定要 要多少 他就靠法會 還有他們會 師傅會自己做一些什麼 月餅啊 什麼粽子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 我們拍照 我們拍照 非常謝謝 我們推薦 謝謝